我們來討論這個特殊的直角三角形 第一個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是 30 度 60 度 90 度 那這個三角形它的三邊長是 1 比 2 比 3 度 我們來證明這個性質 為什麼呢 首先這個是 60 度 那我現在給它做一個正三角形 就是說我這裡也給它 60 度 我這裡也給它 60 度 那這裡60 度 那這裡也會是 60 度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裡是 1 這裡是 1 這裡是 1 那這裡是 60 度的話 所以這裡是 30 度 那這裡三角度 這裡三角度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這是 1 這裡是 1 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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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1 的話 那這裡應該要多少 用那個 B 是定理嘛 這是 2 嘛 所以的話在 AB AB 就定多少呢 這個是 2 的平方 加上 1 的平方 加上 1 的平方 那 1 是代表 BC 嘛 乘以 BC 嘛 乘以 BC 所以這個多少 這是減才對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股嘛 這是斜邊嘛 斜邊是 2 嘛 2 的平方 減 1 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等於根號 3 BC 所以這裡是 1 這裡是 2 的話 這裡它就是根號 3 那這樣就得正了 所以 BC BC 比 AC 比 AB 的話 是 1 比 2 比根號 3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的話 它說 如這個圖 它說這個三角形 ABC 是一個字條三角形 然後它說 BC 是等於 10 那麼它現在問說 AB 等於多少 好 那 AB 呢 比這個是根號 3 比 1 所以這裡 10 的話 這裡就是 10 根號 3 10 根號 3 畢竟是 這 AB 是等於那個 根號 3 這是 BC 嘛 就 AB 比上 BC 是根號 3 比 1 所以 AB 是等於根號 3 BC 那 BC 是 10 所以是 10 根號 3 那 AC 呢 AEC 吼 這是 2 比 1 這是 10 的話 所以是 20 是等於 2 倍多少 BC 所以是 20 至少